夫人,你马甲又掉了 作者,一路繁花 演播,一念成魔,呆小蕊 后期制作,G 第464集 微观的人群默默去百度了一下,才回来评论 实际上啊,搜都搜不到 大部分只搜到了黑盒子问题 侄妹说 不过就是初中判断二级管电容电阻的题目 看来秦染后台挺大呀,京岛官位都过来洗白了 有人立马跟风,直到两分钟后 评论区甩出了一张截图 非线性黑盒子问题 网页上很难搜到 评论区甩出的截图是拼接的,大概三张图 第一行就是非线性黑盒子 下面的电杆 非线性电压 还有一张电路图 最显著的就是截图背景上很明显的水印 国际物理 奥林匹克竞赛 京大物理系都是学霸中的学霸 随便抽出一个来都是地方性的撞眼榜眼 基本上高中都代表着省队国家队参加过国家级别的物理竞赛 南慧瑶发评论的时候啊 也就随手写了一个非线性盒子 这是他参加国际物理竞赛时遇到的题目 真的只是随手列举了一下 一群网友懵逼地看完截图内容 那个叫职妹的网友迅速删了自己那条初中题的评论了 与此同时 去京大围观了一圈的人啊 还有去找今年国家劲状元通稿的人也回来了 大家好 我去围观完京大论坛 现在已经哭着回来了 不说了 给大家几个帖子网址 京大论坛现在首页全都是秦然的帖子 这个人给的链接呢 就是单独开辟的秦然期中两个专业考试的帖子 下面还有之前给秦然修改卷子的两个研究生 拍下了秦然答卷截图 上面还发出来自动化期中专业各项专业考试的试题 网友们也有上大学正在学高数物理的大学生们 看完自动化系期中考试的题目之后啊 一个个都疯了 卧槽 我飘了 看完精大的题目 我竟然也觉得节目组那道屋里提弱智啊 快 快来一个人打醒我 嘉一 加身份证号 这种题目他也能满分 还提前交卷 不瞒大家 我数学专专业大三在笑声 但是我连他最后一题写的事什么都没看懂 啊 找到了 今年国家卷的那个变态状元 文化科高了第二名十几分的那个变态 哎 原来他就是今年让我觉得我是不是猪脑子的高考状元啊 不好意思 我来打自己俩了 去搜索今年国家就是状元 再搜索今年试听难度 再来评论吧 南慧瑶发完微博 看着急剧上升的评论跟点赞 南慧瑶退出来 然后从床上爬起来 一边去拿牙刷刷牙 一边给学生护会长打了个电话 把官微这件事说了一下 今天星期天 学生护会长在图书馆 哦 没事 上面不会追究的 跟南慧瑶打完电话 学生护会长奇怪 跟秦燃有什么问题 他也没有回图书馆 而是点开官微 围观了一下过程 京大学生自然集体都有荣誉感 自家学生被人在外面欺负了不说 还在诋毁学校的 学生护会长跟其他人不一样 他跟洪涛手 知道秦燃在实验室做的壮举 也切换了京大学生会的官方微博 转发徐拟清风微博 会长只是把学生会几个高材生的专业列表一发 京大 看微博看节目的学生也有不少 昨晚就有不少人发现了秦燃上节目的事了 这会儿 微博时段爆发 关于嘲讽京大学霸的图片起来 也挑起了京大人怒火了 尤其是京大物理系学生 这些人中不乏有发展微波流量的学霸 京大 大二大三修双专业的学生也不少 此时一一评论 我是物理系的 第二专业考古学 不过也是今天才发现 原来物理系的不能学考古 物理系不配拥有其他兴趣吗 坐标化学系 学号201304 辅修法学经济学 都拿到了硕士学位 不好意思 给大家拖后腿了 我是一学系扎着 只辅修了个外语专业 几个学生在微博 都是有官方验证的 此时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 其中一个知名博主 爆出了京大去年物理系的新生王 大二就拿到了 法学专业学士学位 一波接着一波 京大学霸们针对的是 许你清风说的第二条 物理系不可能会知道 古巴比伦文学 吃瓜群众眼下 已经怀疑人生了呀 大部分网友 每天是抱着手机生活 自然很难想象 真正努力的学霸们 每天的生活 这次因为众多网友 跟许你清风的节奏啊 京大学霸们 一个个出山了 在线教做人哪 学位证书 讲章实验记录 砸的人眼花缭乱 目瞪口呆 新生王 高考状元 京大学霸 很快就席卷了整个网络了 至于节目组 给秦染人设的 眼下是真没人相信 节目组会出 这么弱智的一个题目 给秦染 还让他提前备胎词了 事情发展到这里 节目组有没有 给秦染人设 已经是一目了然 网友们都发现 比起京大论坛 秦染干的那些事 节目组上的那些 那真的不算什么 至于许你清风 特意列出的 古巴比伦文学 在清大物理系的 那个大尔学生 晒出自己被国家收录的 考古论文之后 没人敢怼了 这要怎么怼啊 怎么黑啊 而许你清风 列出的第三条罪名 此刻还挂飘在 他的微博首页 在真正 京大学霸们的 露脸之下 许你清风的 三条罪名 就变得极其可笑了 他三条罪状中的 那句 我认识的京大学霸 没有这样的 被人截下了 并评论 博主 因为你认识的 京大学霸 都是假的 秦修辰的经纪人 在看到 白天天的微博时 就来云锦小区 找秦修辰 通过这段时间 秦修辰的经纪人 也知道 他对秦燃的看重 对秦燃 所有的事情 都照顾得 面面俱到 节目组播出之前 就考虑到了这些 昨天晚上 更是一晚没睡 白天天 跟许你清风的动作 肯定影响到了秦修辰 进门发现 秦修辰并没有走 经纪人才松了口气 秦修辰 在跟节目组商量 导演也没有想到 这个时候 白天天突然 出来蹭热度 他发微博 寒沙摄影地 说了节目组 有黑幕 把第二集 提前播出 秦修辰靠着以备 这句话说出来 挺平淡的 却蕴含着 令人心惊肉跳的炸弹 手机那头的导演 也收到了网上的消息 他依旧抽着烟 实际上 导演只要播出第二期 网上就不会再有 这些谣言了 秦修辰的吸粉速度 完盖第一期 到时候 第一期的这些黑点 根本就不算什么 因为第二期 他的吸粉可怕程度 导演觉得 连秦修辰跟颜希 都比不上 节目组再牛逼 能请得了颜希跟杨飞 给秦燃炒热度 问题是 第二期提前 之前没干过这种事啊 主要是星级电视 不会配合你的安排 这要在网上提前播出来 那到下个星期六 晚上八点 各星级电视台怎么办呢 节目组再厉害 也不敢跟 省级电视台杠上 而且节目组 是跟电视台 签了协约的 亲影帝啊 这些还是跟江总商量 我就一导演 根本决定不了啊 你要是说动了江总 打通了电视台的 各层关系 别说提前几天了 就算马上放出来也行啊 导演要哭了 亲影帝烦躁地摸出一根烟来 他手上按着导演 发过来的江东夜的电话 直接打了过去 听众朋友 感谢您的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